今天是2022年1月3日 这是2022年第一周的开始 祝福大家新年新气象 这两天一直关注跨年晚会的事情 很多周深周边的消息没有顾及到 比如不久前在微博游戏大赏荣耀揭秘时刻中 周深为游戏崩坏山养传的歌曲Rubia 获得了2021年度最佳游戏音乐奖项 另外还有在2021最动感101金曲快剑中 周深为电视剧《大剑大河2》演唱的歌曲 《河光同城》获得了年度金曲第五名的好成绩 如果看海外版的话 在最新发布的马来西亚My20大咖音乐榜中 周深的歌曲《光亮》获得了该榜单 2022年第一期的周版亚军的位置 除此之外 马来西亚电台8FM Audio 最近还评选出了2021年度百大好听歌曲 其中周深演唱的歌曲《生活总概念的光亮》 获得了第二 小编已经不止一次播报过 歌曲《生活总概念的光亮》 在马来西亚各大电台都有不错的战绩 而且这首歌曲在国内还被第一官媒人民日报 重新填词重新发布 就成为了2022跨年主题曲《奔赴》 热词2022跨年主题MV奔赴 被国内45家媒体发布 迅速登上了热搜榜 作为一名新生代的流行歌手 如果他的歌曲里面 还能够被官方配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声音 那么这首歌曲和这首散音重量是极重的 能够获得一个国家崇尚至下的宠爱 这份殊荣也是沉甸甸的 是一般歌手难以企及的 海外亦是如此 毕竟先飘十里嘛 真心为周深高兴 另外周深和邓丽君隔空合唱的消息 也传到了台湾 不少台媒也做出了相关报道 例如中时新闻网就发布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 邓丽君跨时空献唱小城故事 网内奔 你不无法看到他的遗憾 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周深 而台湾另外一家媒体 TVBS新闻网中 周深的名字 直接出现在了文章的标题中 题目是 回忆满满周深邓丽君 穿越时空合唱 相信很多台湾的朋友 已经看到了相关新闻了吧 周深的歌曲和舞台显于国内外 你感受如何呢 你是否看到过其他关于周深的新闻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彩更新 好 感谢观看